端午節通常都是包種和食種 有想過派種給有需要人士 都很應節嗎 Pinky和Donovan在藝人擂台一較高下 到底誰煮得最適合評判口味 Dixon在上環逛逛逛去了越南 總統級火遮頭是甚麼味道 馬上開始,今晚趁熱吃 歡迎收看今晚趁熱吃 今晚趁熱吃 各位勤力的同事,大家好 對不起,大家都回來開工 當然 有吃過種子才開工嗎 我今次有吃種子 其實我喜歡吃鹹肉種、鹹水種 家裡媽媽負責包,我就負責吃 其實我也很喜歡吃種子 不過我經常要減肥 所以要忍耐口 但今年我留給家綫 因為她說會請我第一隻做午餐 你不真的要吃嗎 對 你也不吃東西 我吃的… 但說到吃種子 其實我每年都想統計一下 究竟有多少人吃糖 有多少人吃豉油 立即做個統計,這裡有五個人 吃糖的舉手 多少?1、2、3、4個都是吃糖 但我不是想的,我會點糖 但後來我貪心,想嘗嘗 我也留下一點點的豉油 我經常覺得吃豉油 蘸了豉油的種子很噁心 我覺得不應該 對 懂得吃的當然是甜種 尤其是鹹水種 我喜歡一口砂糖、一口蜜糖 這樣就很棒 蜜糖很重口味 對 看樣子就知道是重口味 不過坦白說,吃種子 大家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也會吃很多 但如果多些種子,應該怎樣處理好 今天是荒蜜糖 看我一身的造型 就知道我有種之人 沒有騙你們的 今天端午節,吃種子就基本了 但這麼多種,怎麼能吃完呢 吃不完怎麼辦 不要緊 正所謂,人總需要勇敢生存 種子有出路 食物何時都不應該浪費 坊間有不少機構都會回收食品 大時大節更加不在話下 好像這個組織位於大埔的回收中心 就接受市民捐贈的種子 然後好好處理 我想問你,今年你們收到多少種子 我們今年大概收到600種子 通常都是市民捐贈 亦會有很多不同的飲食集團 都會捐給我們 據負責人說 收回來的種子會派給他們組織的會員 主要是有申請政府資助的長者 或弱勢社群 看看收到種子的公公婆婆多開心 問問你,有義工朋友送種子給你 你的心情如何 很興奮,很感謝他們 虛心又溫暖又幸福又輝勞 好,端午節過了之後 很多種可能仍然吃不完 不過不要緊 因為坊間仍然有不同的社福機構 以及志願組織 可以將食物回收後 轉陣給基層的人士 大家不妨趁這個機會送上關懷 因為有一種快樂,叫分享 不浪費食物真的很重要 不過在今天這個環節 原來被我們發現了一件事 我們身邊的女神同事們 原來對她的飲食有一個很特別的習慣 大家要說說而已 對,因為我覺得種子 不僅是應節會吃 其實我一年四季都會吃種子 因為我媽媽很喜歡包種子 她可能會在幾個月前 已經包好種子 放進冰箱裡 所以我今天吃的時候也要計算 是否這麼奇葩 幾年前 即是有年份 可能你也有幾年,像酒一樣 其實我也是 因為我很喜歡吃這種食物 但又不能吃得多 冰箱的時候買了 我就放在雪箱裡 雪幾個月後才拿一隻出來吃 會否黏著日期在那裡 這是三個月前的,這是半年前的 那我也沒有 但證明放在冰箱裡拿出來是可以的 因為你看,我個人仍然健在 但沒有雪味 你吃的時候有些雪種的味道 吃得很健康 你吃過最久的種子只有一年 說得不是我 那是我們的同事 那是我們五個月而已 難怪你們吃得這麼漂亮 但說回剛才的機構 你會想起拍攝一些食物銀行 其實大家每晚收工,很累回家 有些很有心的義工機構 會去麵包店收食物回來 再分給有需要的人 就知道原來是這樣的 到處旅行,看看哪裡人有需要 當然是好 我們的同事都流行到處旅行 對 你今天去旅行鋪 去突擊旅行鋪 香港真是一個好地方 到街上想吃甚麼 就有甚麼東西給你吃 這間店寫著越南粉專門店 我跟你說,你糟了 雖然你寫著專門店 但我對越南河的要求非常高 就嘗嘗你有多好 這間店曾經為兩任美國總統下廚的 越南師傅擔任顧問 只是一碗火車頭已經超級了 生牛肉用美國安格斯牛頸隻 還有潮傘手打牛筋圓 黃右腩、牛肩和牛筋膜 客人還可以自選部位 味道又如何呢 Dixon,替我試試它 很好吃 其實很多人都喜歡加青檸、辣椒 九層塔 令味道更香 其實我覺得一定要加青檸和九層塔 因為它入口後的香味 連牛肉的湯完全升到另一個層次 為何它的湯可以這麼香、這麼美味 全部在哪裡?讓我先聞聞吧 Kevin,我想問一下 這道菜是剛才我吃的粉的湯 沒錯,這就是我們每天熬10小時的 牛肉湯底 裡面有一些我們在越南空運的香料 30公斤的牛脊骨去熬製 我們每天賣的肉都是在裡面一起熬製 所以湯底是特別濃、特別香的 這就是剛才師傅說的 和牛越南咖喱 我不客氣了 其實香港人一聽到和牛這兩個字 基本上就已經不可以抗拒 越南咖喱跟我們平時吃的咖喱 有甚麼分別 而你吃到有一點青檸的香味 而不會是咖喱突然多了一股 很酸的味道 加上澳洲和牛 這件事簡直是完美的配合 這道春卷師傅說用了10種材料來製作 特別的地方是甚麼 正宗的越南春卷 是有加蟹肉和皮蛋 而蟹肉的鮮味 你吃下去不會有一股腥腥的味道 你吃到一個鮮甜的感覺 簡直是一流 我沒有其他事要補充 這間專門店 真是一間專門店 它不只是越南粉的專門店 它是越南專門店 人生真的很無常 誰想到明明我在上環做突擊 突然來到越南享受這麼出色的咖啡 原來越南的士也是紅色 再見 黃公子這份人懂得吃,大家都知道 但原來吃越南河 好像有些步驟 如果跟進去,真的算是正宗 你知道是怎樣的嗎 我也不太知道 因為我平時的東西不太正宗 全部放進去 你從口味天王 有醬就放進去 第一口先喝清湯 然後加九層塔、青檸、辣椒 最後還要加一圈你最喜歡的辣醬 我知道是否叫士拉叉醬 還有 對… 對,士拉叉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為甚麼嗎 因為我的翻面就是士拉叉 為甚麼 你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節目最重要的就是由你 士拉叉 我好像是士拉叉和士拉叉 其實我翻面都很辣 很辣,很熱 除了士拉叉之外 我喜歡那瓶魚露 因為越南料理的精神是那瓶魚露 譬如我叫牛油雞翼 紮肉卷、生牛肉蠔 我都會加的,還可以任意 其實牛油雞翼加了魚露 整件事是變身的 對嗎 很大,有鮮味 其實他現在做這個節目 兩、三個星期 他出外出任何食事 看見陳嘉倩,重手 重手,重口味 我最有興趣的是剛才的湯 他說每天熬10小時 但以前你看見老店說 我們這個萬年湯底 我爺爺熬到現在 很混濁,有腳在上面 甚麼腳 芽菜腳、豬腳 對,這個沒有,很清澈 所以待會他去嘗嘗 那道湯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吃火遮頭 其實最重要是因為上面有生牛肉 所以那道湯拿出來 一定要把滾開 用煙來看見這間店有些工價 但你吃…有習慣要加甚麼 因為吃越南粉汁有很多食材 小時候不懂得吃就不加 很容易擾亂 但其實是否懂得吃就加 我會加上芽菜 基本上芽菜會比河粉多 你吃得很健康 對 不過還未教我們的同事健康 上星期Suzuki很不健康 今天我們要回歸健康 健康得有點離譜 Mishy整個星期晚上都要吃舉藥 別想過可以天天吃 還有究竟可以怎樣吃 甜食、鹹食、熱食、冬食 我覺得真的要請教 聽說她研發了新的調味料 先問問她 Mishy 你好 已經吃舉藥,吃得你很精神 聽說… 完全不同 你研發了新的調味料 是挺好吃的,可以分享嗎 對…沒錯,我拍了一些照片 昨晚我吃了兩樣東西 首先有很漂亮的花花 應該可以看看 我加了印尼拌麵的醬 對,就是這裡 很漂亮,人們有買款 很漂亮 然後我試了另一件東西 就是舉藥蒸米 可以看看,很小顆的樣子 原來這麼多款不同 好像飯一樣 對,好像不像舉藥一樣 對 我覺得它比飯更好吃 因為它吸味比飯更好 其實你自己加了飯 我們應該也不知道 不,我真的大力建議大家 可以嘗嘗蒸米 對,我覺得它比平日煮飯更香 但我的疑問 因為大家對舉藥這件事 平日好像零食有果汁 但其實吃多多或少 會否很碰到胃 會有這種感覺嗎 其實我一頓吃大約150克 一包出來其實吃不完 其實吃完那10分鐘 有一點賺到胃的感覺 過了就沒事了 而且一定要不斷喝水 因為它很吸水 對 好,那你繼續研發新的吃法 一個星期之後 好 我們期望你煮一些真的好吃的 回來給我們吃 煮飯給你吃 好,謝謝 我們下一節回來 有藝人擂台比拼我們的廚藝 至於各位家庭觀眾 有任何餐廳推介 或飲食提示 報料給我們 通訊息,65323739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 今晚親熱吃… 不覺得我們藝人擂台 來到第三回合 想不到同事的煮菜好像像樣子 對,有很多很有潛質 不過今天就有點壓力了 因為我們請來出名廚藝 了得和口嘴刁的李錦聯 Ben哥上來 我們為了評判評分 歡迎Ben哥… 好,今天我們會挑戰 藝人擂台的兩位同事 分別有Pinky姐和多一份 他們要煮的就是豬肉 以豬肉來說,想問Ben哥 中環了廚藝這麼多年 如何煮豬肉才能最得你歡心 最重要是豬肉的甜味 而且我很執著 是如何將皮、根腱位和肉 能夠連成一塊出來 吃到真正的豬的精華 如果他們沒有加這些 我想你趕快在垃圾裡撈下去 但已經突然夠不及 但希望你們的菜式 也能得到評判的歡心 不祝福你們 好,首先請Donovan上菜,好嗎 有請 好 夏天熱騰騰 我準備了一個上海的冷館 是牛肉 像無痴 是嗎 賣相如何 晶瑩通透 即是騙人嗎 不錯,但平時你不太煮 我不煮,但為了它 我已經練習了很多次 最成功的時 煮飯是怎樣的 煮飯當然要先預備一隻鹹豬手 出水後就要煮熟鹹豬手 煮熟時,我都加了一些香料 加了一些花椒、八角等等 熟了之後,我去掉皮 大家想不要太肥膩 吃東西比較健康 我去掉皮 而且有些太多的肥膏 我都要剁掉它 然後要準備高湯 我加了少許魚膠粉 加魚膠粉時 我發現原來竅門 剛才的湯不能太滾 因為太滾,加魚膠粉時 就會變得很瘋 所以要慢慢沸 而且湯不能太滾 馬上煮熟 然後冷藏了大概幾個小時 或者隔夜就可以拿出來 然後切,這樣就完成了 幸好當日平日沒有煮食 否則我真的被騙到 這件事是很專業的 所以才解釋 但要問問Ben哥 是 是否真的要這樣煮 現在這是促成法 魚膠粉最好可以加水 燉溶 不用全部倒進去,就會卡住 而且原本要把豬手 熬至皮、骨結 麵和膠都溶出來 是靠食為代替魚膠粉 它的豬味會更加重 現在先試試看 先試試看 好… 對,這個醋 我自己加了少許糖和紹興酒 有魚人要加薑 要加薑嗎 對,我很多時候有薑絲 下次再加 會否勝負在薑絲的品牌 好… 請了水雕的Pinky姐 看看她今天拿甚麼來招工 好,上菜 這個真的很有份量 是 Elan… 令你心寒,拋出鵝巴 你以為靠這道菜 可以拋盡鵝巴嗎 別這麼說 因為其實這麼簡單的菜式 我自己也不會驕傲 不失Pinky姐的本質簡單 但為何我會做這個韓國菜式 其實因為我自己有學過韓文 而且對於鵝巴真的很有興趣 所以我覺得煮這個食物更加辣 而且我做這個豬肉鍋 特別是選擇豬腩肉 對,因為我知道它不斷煮沸 如果是普通的煤頭 它很快會很粗糙 豬腩肉…大家都有,對嗎 不… 知道它比較頑強 沒有那麼容易會很粗糙 但我覺得要問問Ben哥 是 他們喜歡的鵝巴 都是喜歡別人的外表 他這道菜式外表能否 能夠俘虜到鵝巴的心 韓國菜要五眼六色 它有它的概念 而且你好像聽我說 剛才豬肉的精神 對 筋、皮、磨,全部都是… 我全都給你,我切掉了 沒有任何分角 那我真是很心急試試 先試試… 好,那你就… Donovan也要嘗試 我先把豬肉拿出來 我已經在這裡 在這裡 這裡在這裡 這裡在這裡 好,你不是切片,是一塊腩肉 對,一塊豬腩肉 還有一些咬口 有些醃子,酒和鹽 喜歡吃肥豬肉 好 還有湯也是精髓 因為我選擇了魚乾包 除了用泡菜醬,還加起來煮沸 一個人平時,說真的 出名的閹沾聲門,又是挑剔的 新人對我為何 我們打算挑剔你,但好像很難 我是喜出望外 因為我知道你平時不下廚 跟我一樣也差不多 但外面的餐廳水準 真的嗎 好,緊張的時候到了 兩道菜來說 誠意度、鑽然、損料、火爐 真是Pinky勝出 好,Dolifan這個有多少分 Dolifan這個有83分,也做得不錯 Pinky也有多少分 Pinky也不少,93分 Pinky,恭喜你 不是得到Bang哥93分 我的衣服,我自己靠得住 我們拍檔出來試試Pinky姐的手勢 試試Pinky姐的手勢 Pinky姐的手勢,你能嫁得出的 是嗎?要是否要分 招募,招募 Pinky姐,分數不錯,但別嬌慕 看看你的排名在哪兒才可以 Kathy仔,99分 83分是Hailey 你基本上上第二位 不需要努力 93分,好 沒錯 讓我試試給Pinky姐的評語 好,高級聽 整個定食感真的比較高級 好 我們可以有時間慢慢吃 但感謝Ben上來 我預備打包… 我們還有東西送給你 沒錯 新鮮滾熱辣的娛樂新聞 可以拿走 也要提醒家庭觀眾 如果有任何煮食的秘技 或飲食資訊 你也會報料給我們 6532-3739 我們明晚準時7時半繼續 今晚親熱吃… Pinky姐好棒 當年只有15歲的溫碧夏 第一次拍攝電影 就是憑著《小女生》這部電影成名 38年後,電影重新上畫 而昨晚他跟當年有份演出 這部電影的密得和出席宣傳活動 其實這部電影影響得很重要 我覺得… 我拍攝了《小女生》這部電影後 我覺得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 因為第一次拍攝電影時 那種感覺已經愛上了拍攝電影 從那時候開始已經跟自己說 要定下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能成為出色的演員 Irene和密得和38年前 合作拍攝這部電影 當時Irene仍然很清純 時隔多年 Irene覺得密得和依然仍然很害羞 那密得和眼中的Irene又是怎樣的 有味道了… 對,真的不錯 對,成熟了 對 對 鄭浩南一家移居馬來西亞 已經很多年了 但為了客串演出ViuTV新劇 就特地飛回香港 說到這次在劇中 跟這麼多年輕演員合作 不知道他的感覺又是怎樣 香港很需要生力允許支持 娛樂業業 我覺得很有意思 跟這些年輕人一起合作 這次過來很開心 做得非常開心… 客串了大約10小時 有很多人都認為 媽哥大多數是拍攝動作片和江湖片 不過這次演出《地產仔》 就是一部喜劇 媽哥的喜劇細胞又不知道有多少 我們是新麗城公司 新麗城公司是甚麼起家 就是喜劇 我只拍攝動作片或江湖片 是錯的 然後因為我是喜劇演員出身 朱惠敏第一次跟媽哥合作 說到他要暗戀對方 朱惠敏真的很興奮 我主要的戲份是暗戀媽哥 我們都是拍攝一些文戲 即是聊天的戲 但他回眸眼神 然後他跟我說了一句 他就說,相信我吧 然後… 然後我被他打電,暈倒了 袁安安,凌文龍這日身體力行 製作外心飯盒 透過一個個飯盒 去關心現在的失業 以及低收入基層人士 而且飯盒的設計 至製作都是一手包辦 還親自把飯盒派到有需要人士手上 就算我覺得不是有任何的情 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特別是對一些基層、好人家 或者一些無奈的,或者是沒有家人 付出的關懷也很重要 不是那個飯盒 其實是那個愛秀 這次安安姐還找到 契仔寧文龍一起參與 夾手夾腳,製作了不少飯盒 下一個飯盒 雖然真的不是一個很大的付出 但也代表著一種關懷、一種慰 看到安安姐,文龍這麼有愛心 失業和低收入基層人士 都一定很感動 最愛的 大約會不少人家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鈁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